欸 我想講這隻狗狗的故事欸 你們想聽嗎 各位 你們想聽嗎 哈哈 想 好啊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跟你講這隻悲劇狗狗的故事了 既然大家那麼想聽 帥狗沒有理由拒絕你的熱情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雲影同在 City 我們今天的主角呢 將會是這隻可憐又有故事性的狗狗 那在正式影片開始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我之前錄音的這隻麥克風喔 它好像真的快不行了 所以我這次影片呢 使用了這個電競耳機來錄音 我不確定它最後呈現的音質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部分就要看各位觀眾回饋了 如果你聽了這支影片 覺得這音質真的很不OK請跟我講 如果覺得還可以也請跟我說一聲 帥狗會針對各位的留言去進行調整 有必要的話設備得重新升級啦 那麼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來看這一隻可憐狗狗的故事喔 一個平凡的一家四口 收養了一隻可愛的紅貴賓犬 它就是小栗子 小栗子跟所有貴賓犬一樣 活潑又可愛 而它非常幸運的 有非常愛自己的主人 小主人整天跟小栗子溺在一起 兩個人心影不離 感情真的非常的好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 並沒有持續多長的時間 小栗子的長相雖然很普通 但是它卻有令人難以捉摸的情緒 小栗子是一隻非常有個性的狗 脾氣大到還會跟自己的主人吵架 甚至還會鬧脾氣的離家出走 小栗子一直都是居住在溫室裡的花朵 這一出走啊 就發現世界跟它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摩天大樓 巨大的野獸 跟無情的小混混 全都被它碰到啊 為了能夠在這個凶殘的世界裡面生存 小栗子無意間接觸了黑暗的力量 又或者是說 黑暗的力量找上了小栗子 小栗子被黑暗的力量潛移木化的影響 開始變形 它彷彿走到另外一個世界一般 肌肉變得異常發達 身體也變得更加龐大 就連耳朵的部分也慢慢的變成了雞腳 唯一不變的 恐怕只剩下它曾經是屬於某一個人的項圈 現在它認為自己可以在野區橫著走 但是啊 它還是太菜了 這個世界 充滿了各式各樣龐大的物種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白色王貝西摩斯 龐大的貝西摩斯是野區的王者 而小栗子看到它 只能坐在某個角落 顫抖著 祈禱著這個怪母不要發現它 注意喔 這時候小栗子已經變成狂犬了 一樣看到這種白色王也是 慫得不得了 這個環境之惡劣 我們可想而知 那這時候 小栗子的主人到底在幹嘛呢 小栗子不見之後 小栗子非常的難過 他的父母呢 為了幫助兒子走出痛苦 拜託熟人 製作一隻機械的小栗子 希望這麼做可以讓兒子好一點 雖然表面上 小男孩看起來是沒事的 但是其實這男孩心裡 他還是想要真正的小栗子 而不是這種機械犬 不幸的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小主人生病 他的時間不多了 出去浪了一大圈的小栗子 知道自己不適合這樣的環境 而且他內心深處 也是渴望回到主人身邊的 他變回原本的樣子 變回到過去 常跟主人一起玩的公園 等著主人接自己回家 這一等 就不知道等了多久 至少有好幾個月 小栗子他沒有離開 跟主人最後一起玩耍的公園 他內心期盼著奇蹟的發生 是不過非常遺憾的 不僅奇蹟沒有發生 還彷彿碰見上帝惡意識的 他的命運被玩弄了 他的小主人真的有回來找他 而且小主人也迫切的想找回小栗子 小主人又四處張貼 尋找小栗子的尋狗騎士 而且還好巧不巧 他張貼騎士的地方 就距離小栗子不遠 可惜 他們兩個最終都沒有碰面 小主人離開了 每天只能苦等 有人把小栗子交給他 而小栗子只能待坐在原地 等待著主人來接他 可惜最後 他誰也沒等到 因為小主人病死了 而小栗子 就這樣什麼都不知道的 在原地等待了一千年 一千年的光陰過去了 不僅小栗子自己 整個世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個世界再也沒有生氣 取而代之的 他變成不死的世界 小栗子一隻狗在不死的世界遊蕩 嘖 但偶然之間 他看到吸引著他目光的東西 那可就是骨頭 小栗子跟所有小狗一樣 都喜歡啃骨頭 自然看到美麗又漂亮的骨頭 會讓他非常的興奮 小栗子一個爆衝 去吊住那個骨頭 殊不知 這根骨頭不是別人的 正是白骨王的 看起來白骨王像是 剛消費完要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被這一隻狗襲擊了 他右邊小腿的骨頭 被小栗子叼走了 也是因為這個機緣巧合的緣分下 小栗子碰到新主人 就是白骨王子 白骨王子抓住了小栗子 手裡還捏著一隻蜘蛛 看起來跟身後的白骨王還有皇后 準備要回家 雖然請出小栗子很不甘願 但是一回到家 他碰到可愛的白骨公主 這應該算可愛吧 以骨頭人的審美觀來說 好 小栗子非常喜歡白骨公主 喜歡到他會主動去蹭他 而白骨公主身邊呢 還有一隻白骨鼠 以及一隻白骨貓 看起來白骨公主 非常討動物喜歡喔 故事到這邊 過了一千年的時間 小栗子終於找到新的家人了 雖然很遺憾 他沒辦法用自己最初的生命 陪伴他的第一個主人 但是過了一千年之後 他還是碰到了愛他的人 找到了一個新的家庭 雖然畫面不漂亮 感覺有點美中不足 但就結果來看呢 小栗子算是找到了一個龜樹 那故事到這邊還沒完 小栗子搬進去住之後呢 這個白骨一家 也曾經多次出去玩 只可惜白骨王 在戰鬥怪獸世界 並沒有特權 他們出去玩呢 一樣會被人攔下來 或許是因為不死族的關係 還得多接受幾重的檢驗 時常被海關攔下來 而小栗子跟白骨貓等寵物 還老是被人扣押呢 好 這就是故事的部分 那麼接下來呢 讓帥狗介紹這支影片 出現過的卡片 迷犬小栗子 效果怪獸等級1 光屬性 獸族 攻擊力 防禦力 100 效果 當這張卡被送去目的時 將這張卡插回牌組並洗牌 機械犬小栗子 效果怪獸等級4 光屬性 機械族 攻擊力 防禦力 1000 場上這張卡因為戰鬥被破壞 送入目的時 給予雙方基本分1000點的傷害 場上這張卡因為戰鬥被破壞 被破壞送去目的時 給予對方基本分1000點的傷害 暗黑之狂拳 通常怪獸 暗屬性等級4 獸族 攻擊力 1900 防禦力 1400 文字敘述 原本在公園裡玩耍了普通的狗 但是由於黑暗的力量而凶暴化 白獸王 背心摩斯 小狗怪獸等級7 地屬性 獸族 攻擊力 2700 防禦力 1500 效果 這張卡可以用一隻獸族怪獸當作祭品 通常召喚 這個場合這張卡的原本攻擊力變為2000 升級戰鬥成功時 和祭品怪獸同數量的自己目的獸族怪獸 可以回到持有者的手牌 白骨王 小狗怪獸等級1 暗屬性不死族 此卡原攻擊力為我方目的的白骨 白骨王 怪獸數量乘以1000 此卡被戰鬥破壞送入目的時 藉由將我方目的一隻白骨 或白骨王除賴 此卡特殊召喚 喔還蠻特別的耶 白骨出人 小狗怪獸等級3 暗屬性不死族 攻擊力 0 防禦力 2200 此卡的卡名在目的當作白骨 另外 此卡在我方場的表車表存在危險 白骨夫人以外 場上等級3以下不死族怪獸 不會被戰鬥破壞 也不受到魔法陷阱的效果影響 唉唷 提供不俗的抗性耶我的天 白骨王子 小狗怪獸等級1 暗屬性不死族 攻擊力防禦力強大的0 第一個效果 此卡卡名在目的時當作白骨 第二個效果 此卡被破壞送去目的場合才能發動 將白骨以及白骨夫人各一隻 從手牌牌組送去目的 第三個效果 從我方目的 將兩隻白骨和此卡除外才能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一隻白骨王 白骨公主 光屬性等級3 不死族攻擊1600 防禦力 0 第一個效果 此卡卡名在目的時當作白骨使用 第二個效果 此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才能發動 從牌組把一隻白骨王子送去目的 第三個效果 我方的手牌或場上的刺卡 送去目的時才能發動 場上的全部怪獸攻擊力 守備力直到回合結束時 下降那等級或階級乘以300 此效果在對手回合也能發動 哇一登場就能對目 而且送目時還可以一等級 還有階級降低對方怪獸的攻擊力 除了戀殼怪之外幾乎都逃不掉啊 整套白骨看下來會發現 其實他可以積少程度耶 白骨王是吃白骨鳴一張乘以1000 你目的只要有7張白骨 哇那攻擊力就7000了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好像有一點搞頭啊 柏鼠 通常怪獸按屬性等級 攻擊力400 防禦力300 他也是一隻被貓殺死的老鼠 為了向貓報仇 他變成了不死的形態 忘分之一的機會 通常魔法 效果 這集場上一星的怪獸存在的場合才能發動 從牌組把一隻一星的怪獸加入手牌 這個回合 這個效果加入手牌的怪獸 或者同名的卡 沒有召喚成功的場合 結束階段時自己受到2000點的傷害 很直接的檢索 只是檢索出來之後的卡片沒有召喚的話 那自己又會承受2000點的傷害 不過這麼直接的檢索 2000點的代價 我覺得還算值得 建議永續魔法 效果 自己或對方的結束階段 以對方場上一張覆蓋的魔法陷阱卡為對象 才能發動 確認那一張卡並回復原本的狀態 千差萬疊 永續陷阱 此卡與魔法陷阱區存在危險 雙方場上相同種族怪獸 只能有一體表測表示存在 雙方玩家場上相同種族怪獸有兩體以上存在的場合 必須將其送入目的 之後剩下一體為止 這是一張很強力的卡 因為現在不少的高分牌組 通常那些牌組的種族都是統一的 像例如我 我玩的是斬機 斬機的話整副牌都是電子族 如果我碰到這一張陷阱卡 那就很不幸啊 我得把很多怪獸送去目的 假如說是我準備要展開的時候 我召喚了三隻怪獸 準備要進行同步召喚 這時對手翻開了千差萬別 哇 我就沒辦法進行展開了 我得把場上的怪獸都送到目的 所以留下只剩下一張 自然就沒辦法進行同步召喚 值得注意的是 這張千差萬別呢 它的效果是影響玩家的 而不是針對怪獸 所以擁有無敵抗性的怪獸 碰到千差萬別 你...一樣得選擇 是不是要送它下去 好啦 這支影片到這邊 又差不多結束了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照顧一下 三大魔王 訂閱鈕跟鈴鐺 還有分享 也可以三連幫我支持一波 那麼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感谢观看